它是这个21世纪的网路戒严法 简直就是说它要操弄到 将来的网路世界是一言堂 也就是说我行政单位 要让民众知道什么事情 这个你才平台业者才可以播 认证的举报者它是可以指挥 它是可以去到各个平台 讲说这个人的这个讯息是假的 这个人的讯息是假的 这个人皆可举报 可是你看这11条它怎么样规定 本来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它这边讲说那个 这个资讯储存服务提供者 就是当这个平台业者之一 它说呢在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 它不负民刑事责任 它说呢如果你知悉设违法内容 设哦是不是你这个 所有的言论是有违法 不是哦只要你有涉嫌 那你怎么样子涉嫌 它是讲知悉还不是确信 你怎么样知道呢 主管机关它通知你 就比如说我们以前普赛的案件来讲 外交部说 没这回事 那你的平台业者就要把这个东西下降 撤掉 对你看这个地方讲说啊 他说你讲说这个东西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你只要是设违法之后 立即的移除 或者是限制它的接收 也就是说让别人看不到这样的讯息的话 你就可以免责 那你想想看 从平台业者 对从平台业者来讲 他为了要保全自己的一个责任 他当然怎么样 他就把他移除嘛 他就把他撤掉 然后第18条的规定 但是我要进到细节之前 我要跟观众朋友报告 这部法定呢原则上面来讲 它是真的是21世纪的 潜质言论自由的 这个这个这个 对他是真的是这个筷子手 他是这个21世纪的网路戒严法啦 应该这样讲 就是网路戒严 第二个从这个法里面 你会更到更荒腔走板的 我要提到说 为什么讲说他挂羊头卖狗肉 因为他里面提到欧盟的规定 这个欧盟的规定那个 但是他提到欧盟的规定的时候呢 DSA呢 其实他的规定的内容 跟你NCC提出来的内容 是不一样的哦 是不一样的哦 积极扩权啊 对他规范的是规范什么 他规范的是品 他规范的是服务者 他应该要怎么样 他不可以使用使用者的 个人的资料 在其他的目的上面等等 然后如果发生争议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解决 他是所以他是真正的一个 从服务的 一个态度去规范 可是在我们的这个 中介服务法里面 他完全不是 他就像我们刚才先举例的 第十一条的规定 我主管机关要你 把他 我说这个有违法的这个情况 即便他不违法 可是你因为你听到了 如果你不去移除 你不仅仅要负民刑事责任之外 在后面的条文里面 你还可以被科处五十万到五百万的罚患 五十万起跳哦 对这个是行政法 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看到 简直就是说他要操弄到 将来的网络世界是一言堂 也就是说我行政单位 要让民众知道什么事情 这个你才平台业者才可以播 在这部里面呢 居然我们的行政单位呢 让这透过这部法定的规定呢 他提供给 提供给这些的绿营的侧翼 跟绿营的网军呢 他能够拿到位置 而且他能够持续的拿到这个金元 从六月二十九号截止 截至到昨天中午啦 我们大概是上面去收集了一下 总共有五百零一位反对 九十八百分的 目前在上面发表意见的都反对 那只有七位赞成 而且民众的留言都一面倒的要表示 这个言论自由将会受到限制 但是呢我们的NCC看起来 现在仍然是无动于衷 要强行来强硬的来推行 简直就是怀插乎吉兆 言而道理 大家也知道过去一两个礼拜 NCC对华市一个月出包 这样七八次也是无动于衷 那对禁电室的一个行政的一个电室的一个违法 他仍然是无动于衷 但是他却非常的积极 积极的根据这个中介数位中介福法的草案 第三十九跟第十十条的规定 他要去成立一个二十五亿元的一个专责机构 但是这个机构的一个资金的来源 办公处手还有董事会的结构 临选机制乃至于监察的全部都由政府来主导 在政府之外在NCC体制外 再去花老百姓的纳税钱 二十五亿然后再去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法人 这一部草案他现在出来 代表蔡政府是不是想要进一步的 把这种前置言论自由这件事情系统化 非常的夸张 他完全就没有想要演 好我们先来讲 里面有讲到比方说 谣言跟不实讯息 请问你要怎么定义 只要政府认为你的内容 网络内容不实让你下架 全世界敢去管所谓的网络的国家 几乎都是共产国家 其实大家都了解 为什么这个时候急事推 他已经被骂到臭头还要推 因为选举到了 我们就发现了 选举一道群抹乱舞 现在舞的最凶的就是NCC 在线董场在线警衣卫 从中天新闻台的关台到现在 变等加厉毫无悔意 毫不回应人民的需求硬干 请检调查查黑心网军的资金来源 请审计部查查广告行销费用 在使用上有没有不当 有没有不法 避免用政府的钱来洗人民的脑 他怎么这样说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第40条的规定里面 40条规定里面 他就有讲到 他说这个有这个基金的这个设置呢 是25亿元 25亿元在这边40条规定 25亿元 拿我们老百姓的辛苦的纳税钱 拿了25亿元去 这个东西是不经过立法院的监督 所以他钱爱花在哪里 他就花在哪里 更严重的是什么呢 他说啊这个专责机构设立的时候呢 他说如果因为他业务需要呢 他要使用国家的财产的话呢 他可以 他可以由中央政府无偿 无偿免费给这个专责机构用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的是只有25亿 25亿是前面的定金而已 后面的东西 所以这个标准的就是 把国产当成绿营的这个党产一样 他还不是什么通啊 不是什么党产 他直接 他直接国产就是他的了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那这里面还有更离谱的东西呢 我刚刚讲说 这个把这个绿营的侧翼呢 洗白扶赠 本来这些人呢 是没有公务员资格的 他也不可以在这个公务机关 所以他就设置了这个机构呢 让你的这些的小编也好 打手也好 可以进到这个机构里面去 就直接给他行水了 对而且更可恶的一件事情是 NCC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不独立嘛 他不独立 所以他现在就需要白手套 他的白手套是什么呢 他白手套就是透过这个法令规定里面 他讲说有这个机构呢 经过主管机关合可之后呢 他可以当成一个 这个经过认证的 认证的举报者 认证的举报者 他是可以指挥 他是可以去到各个平台 讲说比如说 到我们讲说Metaverse 我们讲说你到脸书讲说 这个人的这个讯息是假的 这个人的这个讯息是假的 那么人皆可举报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法之可恶的点呢 就在这里 对而且连15个部会 15个主管机关 随时都可以举报说 这个是我卫福部食药署管的 你讲的是违反 我们食药署的哪个法令 我是主管机关 我就赶快申请资讯限制令 这个部分哦 其实我们私底下问了一些法官 他们讲说 天哪这个法千万不要过 到时候黑锅是要他们背啊 真的听了让人非常的气愤 我们的NCC说没有强推 那行政院后来也改口说 暂缓暂缓不要担心 但是这是草案 万一一送进了立法院 哇那可不得了啊 那个大军压境多数 霸凌少数的戏码在立法院 真是演了N4又有N4 看到那个国务机要费这样子 霸凌通过少数 看的真的很气愤哦 好 社会中介法服务呢 它包括了有开宗名义 就是有线无线 卫星还有其他传输设备 像声音影像数据 然后大家使用的这个PTT Dcard YouTube Facebook LINE还有WhatsApp等等平台 这些平台业者都被管理 使用者也要被管理 这些平台的经济 就去尝试了 这些平台的经济 就像我们一样 在这里 有线路的经济